还剩下五天 辽宁男阵容基本确定 最后一个景星名额 有着落了 大家欢迎到本期的球天区 球天区咱们聊久一点 在视频的开头 希望大家在视频下方 给我个点赞和关注 好了我们阳谷之转 球迷都知道 目前中国男的在世界杯的表现 非常不错 而现在辽宁的整体阵容 仍然是没有确定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球迷也都知道 主要的原因就是 辽宁男现在整体阵容 非常的乱套 而且郭爱伦的矛盾合同 仍然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球迷普遍认为 辽宁男的优先续约钱 就是一个霸王条款 而郭爱伦现在能否离队呢 如今也是基本有了结果 还剩下五天的时间 郭爱伦就即将公布自己的结果 而现在郭爱伦离队的概率 也是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辽宁男现在根据网上传出的消息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 辽宁男给出了郭爱伦的报价 据说是三千五百万 也就是辽宁男同意出售郭爱伦 而其次第二点就是 辽宁男如果想用优先序约权 顶新合同的权利呢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张智霖的顶限合同呢 就没有了 而赵继伟和韩兔军 已经占据了两个顶限合同 所以接下来 辽宁男最后一个顶限 必然是要给张智霖的 那么郭爱伦肯定就要离队了 目前来看呢 辽宁男很有可能跟郭爱伦签约一个 币类的合同 然后再出售给其他的球队 根据目前CBA官方的规则 留给郭爱伦和辽宁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如果不能够在下一周呢 达成一致 将会是两败俱向的局面 这下辽宁体育呢 就公开表示 希望全力挽留郭爱伦 而这个工作呢 就交给了王芳 毕竟呢 他是辽宁男男的负责人 同时也在中国拦协工作 当然对于郭爱伦来说呢 他希望辽宁男能够满足 自己提出的桥点 在过去呢 郭爱伦呢 在辽宁呢 虽然不能说 享有特权 但毕竟呢 地位是特殊的 所以包括老总李洪秀 和主帅杨明呢 都是捧着他 这个夏天 郭爱伦和辽宁男 甚至呢 可以用反目成头来形容 为了改变 如今的局面呢 辽宁男呢 也是找了多个人 希望能够帮助郭爱伦 结果都没有成功 无怨之下 王芳成为了最后的希望 一来呢 他是辽宁男的负责人 同时也在中国拦协工作 更关键的是 他可以说是呢 看着郭爱伦呢 长大的 双方看上去呢 是剑拔弩张 包括辽宁男呢 最新的海报 没有郭爱伦 也引起了热议 其实辽宁男呢 还是非常期待 能够留住郭爱伦 否则早就答应放人了 郭爱伦和辽宁男的分歧呢 无非就是待遇问题 包括奖金 以及合同年限 对郭爱伦来说呢 辽宁男这个平台呢 非常关键 包括他代言的品牌 如果没有总冠军 和辽宁男的球迷支持 肯定也会大打折扣 那么大家怎么看 希望大家点击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